好我们已经完成了股权在融资的第一个知识点配股 配股呢实质上就是向老股东增发新股 发行价格呢是低于市场价格的 那给予了老股东一个按照低于市场价格的内部优惠价啊 去认购新发股票的一个权利 那接下来我们看增发新股 增发新股注意两个对比 首先呢和IPO来对比 IPO呢讲的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而增发新股呢是指已经完成了IPO 也就是变成了上市公司以后啊 进行了一个再融资 接着来对比增发新股和配股 那增发新股是老股东能不能买啊 当然可以的 那老股东呢和市场上的投资者一样啊 按照增发新股的发行价去购买增发的新股啊 是没有之前配股的那个优惠的配股价了啊 那增发新股呢又分为公开增发和非公开增发 我们对于增发新股这个知识点的学习 接下来也是啊通过公开增发和非公开增发 二者的对比啊学习来进行的 好我们来看啊增发新股的概念和种类 概念是指上市公司啊已经上了市的公司 已经完成了IPO的公司 为了筹集权益资本啊再次啊 再次发行股票的融资行为 种类有公开增发和非公开增发 公开增发是没有特定的对象的 向社会公众发行股票 而非公开增发发行对象有机构投资者 大股东及关联方 那机构投资者主要是指财务投资者和战略投资者 啊这是增发新股的种类啊 公开增发非公开增发 那么现在说明一下机构投资者 财务投资者战略投资者的含义是什么啊 财务投资者呢是以获利为目的 一般不参与公司的重大的战略决策啊 不是以控制公司为目的的啊 就是为了获利 战略投资者他们与发行公司的业务联系是紧密的 而且打算长期持有发行公司的股票 打个比方说啊 我们这个畜牧场啊 现在呢吸收到两个战略投资者的注资 一个呢是我们的上游单位啊 是这个饲料厂 那一个呢是下游啊 一个五星级的酒店 然后我们的这个畜牧场的牛肉啊 等等都可以销往酒店的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战略投资者 有资源有市场啊 跟发行公司的业务联系是很紧密的啊 并且呢绑在一起啊 要长期的去可持续的发展的 所以打算长期持有发行公司的股票 举个例子啊 这是网络上的一个截图 21年1月6号的来自于中国证券报的 网络版上的一个新闻啊 腾讯联手百度成为中文在线的战略投资方 那中文在线啊 吸收了腾讯和百度的一个注资 这是要引入优势资源 提升公司整体的竞争力的 中文在线 腾讯呢是两家公司啊 发行平台啊 所以中文在线啊 在引入了这些战略投资者以后啊 会在现有的这个合作基础上 借助各方啊的合作来推动 深层次的紧密的这个业务的发展啊 我们举个例子啊 这是战略投资者的含义 好 接下来来做课堂练习22 为了有利于引入战略投资者 上市公司应采取的发行方式是 非公开发行股票啊 非公开发行股票 像特定投资者主要是指战略投资者 还有呢大股东级关联方号 好下面来对公开增发与非公开增发 我们来比较 首先呢来比发行对象 公开增发是没有特定的发行对象的啊 股票市场上的投资者都可以认购 我们之前也讲了公开增发条件是啊 发行对象超过200人了 要以公开增发的方式进行 而非公开增发是有特定的发行对象的啊 主要是指机构投资者啊 刚才解释过了 财务投资者战略投资者 还有呢大股东和关联方 而非公开增发啊特定对象 数量上我之前强调过是不超过35名的 这也是2020年2月14号以后的新规定 接着看增发条件的比较 公开增发除了满足前数啊 咱们之前讲了啊 公开增发的条件了 除了之前的条件以外 还有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平均不低于6%啊 以扣非前后的啊净利润以低者作为计算依据 那具体这个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怎么算出来的 我觉得同学们不用去管它啊 知道这有个6%的数字标准就好了 第二个啊公开增发的基本条件是 除了你是除非你是一个金融企业啊 实体企业最近一期期末不存在 持有金额较大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介于他人款项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的情形 你为什么公开增发股票呀 那是因为你缺钱 结果一看账上还有那么多的金融资产呢 金融资产是企业闲置资金的运用 你缺钱你可以将金融资产变现啊 你不能一边发股票 然后一边自己再去炒股 这就不对了 所以这是第二个条件 那非公开增发 因为不是涉及到社会公众的 那另一面也较窄 所以没有过多的发行条件上的限制 以往盈利记录 如果不能满足公开增发的条件 但是公司又有重大发展机遇的情况下 一般呢 这个公司会采用非公开增发的形式 好接着呢 我们看定价方式的比较 公开增发发行价格 不低于公告招股 意向书前20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均价或前一个交易日的均价 不得 简单说不能低于市价 而非公开增发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均价的80% 这个80%的数字我们也不是第一次见了 是可以打八折的 那定价基准日可以是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可以是股东大会决于公告日或者发行期的首日 那现在强调一下均价怎么算呢 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的均价是交易总额除以交易总量 并不是前20个交易日每日的收盘价的均价 因为收盘价就那一秒 有可能人为会操纵的 但是你人为操纵不了20个交易日的每分每秒的一个股价 这是交易总额除以交易总量的概念 认购方式 公开增发那就是现金认购 我去买股票用钱买 而非公开增发 这个募资的对象是机构投资者 这些财务投资者呀 战略投资者呀 或者大股东关联方等等 那么这些投资者注资时 除了现金也可以是股权债权 无形资产固定资产等等一些非现金资产 也就是战略投资者带来的不只是钱 有时还带来一些能具有盈利能力的一些资产 一些资源 所以非公开增发的认购方式呢 是更多样的 接下来我们探讨啊 增发对于新劳股东财富的影响 如果我们不考虑增发股票募集的资金投到项目上 那项目呢 竞现值增加啊 使得企业价值增加的部分 我们不考虑 我们就只看增发这件事情 在定价上对于新劳股东财富的影响 如果增发的价格大于增发前市价 劳股东财富增加 新股东财富减少啊 增加数和减少数是一样的 也就是新股东财富向劳股东转移 如果增发价格等于增发前市价 双方财富不变 如果增发价格小于增发市价 那么劳股东财富减少 新股东财富增加 劳股东的财富减少数是新股东啊 财富的增加数 你比如说呢 我们公开增发时 增发价格一般是啊 不能低于增发前的市价的 所以公开增发 那么新股东财富啊 都会往老股东财富手里转移 那如果非公开增发啊 可以在这个定价基准日 前二次交易日 股票均价的基础上打八折 增发价格会小于增发市价 其实是老股东将自己的财富啊 让给新股东以募集资金 满足啊资金的一个需要的 那增发是不会改变啊 股东财富的总额的 是在新老股东之间进行财富的分配 那关于这个知识点 这也是我们上一讲啊 讲说为什么打八折 然后这个老股东把财富拱手让给新股东呀 我当时说了一句话 我说这个知识点挂起 我们后面讲增发的时候 再来探讨这个原理啊 就是此时此刻了 邀请屏幕前的你跟陈老师一起开个奶茶店吧 假设呢 我是A 你叫我陈总啊 然后我投资一百万 屏幕前的你是B 你也投资一百万 你看我们俩一人投一百万的话 此时啊 这个实收资本的明细账 实收资本乘一百 假设呢 你是小王吧 王总啊 你叫小王啊 然后实收资本王一百 那货币资金呢 现在是两百 也就是在我们注资的这一时刻 资产负债表上 货币资金两百万 实收资本乘一百 王一百 然后呢 我们用这个两百万的货币资金转换形态 比如说这个租房子买材料 然后做奶茶奶茶卖掉 总之呢 我们忙活了一年啊 利润增加了一百万 资产这边变换形态 有了三百万了 那么利润增加的这个一百万 要注意了哈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十万 还有九十万呢 是未分配利润 也就是此时此刻 所有者权益总额是三百万 其中呢 实收资本 乘一百 王一百 合起来是两百万 盈余公积呢 是十万 未分配利润呢 是九十万 合计起来就是三百万了 那么我们双方 在所有者权益当中 各自的份额 每人一百五 请注意的是 如果假设我们俩想分红 那么分红的话 只能对未分配利润九十万分红 如果全分 那一人分四十五万 但是我们俩说了 咱们别分红了 这奶茶店经营了一年 都变往红了 生意非常好 这个九十万 是我们放弃分红的 再投资 用于明年的扩大经营 就不分了 所以所有者权益总额三百万 我们双方各占一百五十万 这时候来了一个 C 假设呢 这是我们的好朋友 他姓李 说也想要三分之一的股份 他希望呢 享有我们奶茶店三分之一的股份 说好朋友 咱们一起赚钱三分天下 那么我们收他多少钱 就给他三分之一的股份呢 现在请屏幕前的王总 你来想一想 你不是买期权的小王了 你现在摇身一遍 和陈老师开奶茶店的王总 你想想 这个朋友李总来了 想要三分之一的股份 我们收他多少钱呢 你回答我 你认为应该收他多少钱 就给他三分之一的股份呢 大部分的同学 会不加思索的说 收他一百五 因为所有者权益 现在是三百嘛 我们两个人一人一百五 那也收他一百五嘛 给他三分之一的股份 有的人呢 会说收一百 因为算股份比例 是根据实收资本走的 那实收资本啊 我一百你一百 那他也一百 不就三分之一的股份吗 那我揭示一下真相啊 告诉你答案 就是最后我们跟他要了一千万 你不要觉得很夸张哦 然后那公司养成了去上市 上市当天发行价 会溢价好多倍 这都很正常啊 然后我们让他投资了一千万 然后给他三分之一的股份 这一千万 在所有者权益里面怎么放呢 股本里面放一百万 那股本溢价的部分 九百万放到资本公积里面 也就是我们算股份是根据股本算的 我一百你一百 他一百每人三分之一的股份 但是他想要这三分之一的股份 他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因为我们前期呢 把奶茶很辛苦经营成了网红了 他现在在注资 跟我们最早的初始的原始股注资 已经概念不同了 所以呢他投资了一千万 然后九百万放到资本公积里 此时的所有者权益是多少了 原来三百加上 这个李总投的一千 现在就一千三了 每人三分之一的股份的话 那所有者权益 也就是净资产一千三除以三 每人平均净资产是433.33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我们两个啊 把这个奶茶店经营成网红 非常具有吸引力 吸收别人溢价来投资的话 那我们手中的财富 从150就变成了433.33 这叫做新股东的财富 向老股东手里转移了 其实我们俩现在 可以把奶茶店卖掉了 然后再去开一个其他的什么 然后再把它搞成网红 然后再转让权益的方式卖掉 然后来赚钱 在这个过程中啊 C投了一千万 然后他的财富向我们转移 那如果说我们当时要C150万呢 那么双方财富 谁也没往谁手里转移 如果要他一百万 就给他三分之一的股份 意味着所有者权益是400万 400万除以三 每人的财富是133.33 你看如果只收他一百万 就给他三分之一的股份的话 相当于我们老股东财富 往新股东手里转移 他注资一百万 马上就拥有了 净值133.33的 这个所有者权益了 那如果说呢 咱们俩这个奶茶店吧 明年急需资金 哎呀就缺 缺口就是一百万 然后急需这个资金 那实在没办法 我们两个愿意 把财富向这个第三个人转移 我们就收他一百万 然后给他三分之一的股份 这是在特定条件下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例子呢 同学们也就感受到了 当刚才的这张表格 增发的价格大于增发前市价时 老股东财富增加 新股东财富减少 新股东财富向老股东转移 增发价格小于增发前市价 是老股东财富向新股东转移 那如果增发价就等于市价 双方财富不变啊 好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讲教材例题了 第一个例题10-3 这道例题呢 讲的是公开增发的条件的一个案例 那例题4 我根据教材例题呢 进行了改编和这个补足 通过这道例题来展示增发 对于新老股东财富的影响 立题5 原教材立题10-5 这个数字很大 不整齐 不容易一目了然 然后看到本质 所以呢 我把数字改的整齐了一点 来看一下增发 对于所有者权益 各项目的一个影响 好 首先呢 立题3 这是展示公开增发的一个案例 F上市公司 17年到19年度的数据如下 净利润 以及呢 扣非以后的净利润 两行数据有了 加权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 和扣非以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是第三行和第四行 这三年每年都有现金股利的 0.1 0.04和0.06 当年股利分配的股本的基数 都是6万股 当年可分利润 49600 18400 和29600 然后分析一下 是不是满足公开增发的基本条件 要想公开增发 首先是业绩条件 那业绩条件 盈利性 持续性 以及盈利水平的基本要求是 近三个会计年度是要盈利的 以扣非前后的净利润 数低为计算依据 如果最近24个月内公开发证券的 不存在发行当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下降50%的情形 这个我们曾经在讲 公开增发条件的时候都念过的 还有刚才说的 最近三个年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不得少于6% 以扣非前后净利润数低 作为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 计算依据 分红条件是 最近三年现金分红 不少于最近三年可分利润的30% 那么就这个案例来说 F上市公司17到19年 三个会计年度都是连续盈利的 最近24个月没有发行股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熟低的也都是高于6% 三年累计现金股利 每股股利 然后乘以股数 三年累计数 12000万元 这三年每年的可分利润 相加除以3平均数计算出来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三年累计的现金股利 除以三年可分利润的平均数 是大于30%的 所以说符合公开增发的条件 好 接下来 刚才这道例题 同学们看一下就好了 非重点例题 但是接下来的例题四 增发对新劳股东财富的影响 是重点例题 也是考点 而且曾经真题也是考过的 假设A公司总股数是10万股 用公开增发方式要发2万股 增发前一交易日 股票市价是5块钱 老股东新股东都认购了1万股 不只是新股东认购1万股 原来的老股东也认购了1万股 在市场上按发行价去认购的 此处老股东认购股票并不是配股 假设不考虑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 尽限值带来企业价值的变化 我们只探讨不同发行价 对于新老股东财富的影响 那么接下来我们探讨价格 股票的公开增发的价格 5块5大于市价5块 5块钱等于市价5块 和4块5小于市价5块 是新老股东财富的影响 首先看5块5的 增发以后的股票的价格 加全平均计算 原来的10万股是5块钱 新增发的2万股是5块5 那平均股价是多少呢 我们不能用5加上5.5除以2 因为呢新老股数的权重各不相同 所以此处呢 其实是一个加全平均计算的一个结果 所以原市值加上新增发股票的市值 除以原股数加新股数 增发以后 每股的价格是5.0833333 我并没有小数点以后取两位 取两位的话 后面新老股东财富的变化数字 45入以后对不上了 所以我小数点后保留的位数呢 多了 老股东财富的变化怎么算呢 老股东原来10万股 然后他呢 又认购了1万股 增发以后的理论股价是5.08那么多3 这是老股东手里股票的 在增发以后的一个价值 那么老股东手里的股票的投资成本是什么呢 10万股是5块钱 认购的1万股是5块5认购的 所以就是增发以后的财富 减去增发前的投资成本 老股东的财富增加了4166.7 而新股东呢 他买了1万股 他是按照5块5买的 买完以后 加权平均股价变成了5.08那么多3了 所以新股东的财富减少了负的4166.7 所以增发价格高于市价 老股东财富增加了 老股东财富的增加就是新股东财富的减少 好 如果呢 发行价是5块呢 那么原股票市值5块 新增发股票的价格也是5块 所以加权平均的股价 他就还是5块 那老股东财富的变化 10万股加上新认购的1万股 按5块钱买的 那投资成本呢 原来的10万股和1万股 他的投资成本都是5块钱 所以财富没有变化 那新股东也是 1万股按5块钱买的 买完以后股价也还是5块钱 财富也没有变化 那如果增发价格4块5呢 小于市价 增发后的价格 加权平均计算 1万 这个10万股是5块的 2万股是4块5的 一共12万股 平均每股4.916666 一堆的6 那老股东财富的变化是 10万股加上新认购的1万股 增发以后股价是4.91666 那么这两拨股票的投资成本 10万股是5块钱的 1万股是4块5的 所以增发新股以后的财富减去 这两拨股票曾经的投资的成本 是负的4166.7 而新股东呢 买了1万股按4块5买的 买完以后股价变成了4.91666 所以财富会增加 你看老股东财富减少 新股东呢财富增加 我们就有了之前的结论了 市价 发行价大于市价的话 这个新股东财富向老股东转移 发行价小于市价时 老股东财富向新股东财富转移 所以现在呢 回到之前 这个遗留的那个知识点 非公开增发股票时 打八折 那就意味着 老股东的财富向新股东去转移了 老股东为什么愿意把财富拱手 让给新股东呀 因为不满足公开增发的条件 又缺钱 所以暂时让堵财富来解决资金的燃眉之急 但是呢 对方以便宜的价格买了股票以后呢 对方的股票呢 就会限制流通嘛 有一定的限售期的 好 接下来呢 例题五 是增发对所有者权益各项目的影响 其实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例题 我们教材上的数字特别的大 不整齐 显的题目就很难 那如果我们把数字变整齐一点 其实是比较容易的一个题目 增发对所有者权益各项目的影响 W上市公司为了扩大经营规模 解决融资问题 决定呢 2022年股权再融资 一方面用股权支付方式 取得原大股东及三家非关联公司 持有的其他公司的相关的经营资产 另一方面呢 希望采取现金认购股票的方式 来补偿资金 最近三年的数据显示 不满足公开增发 所以采用资产认购 现金认购组合 用非公开增发的方案来募集资金 2022年1月 完成此次非公开增发 一共12500万股 每股面值1元 但是募集了资金呢 10万万元 扣除发行费以后 筹资金额98500万元 你说 美股面值1元 但是募集资金是10万万元的话 那么美股的发行价是多少钱 是8块钱 8块钱 10万除以12500 其中一部分是 W公司向原控股股东 三家关联方以资产认购的形式 发行了股份 1万万股 募集了资金8万 另一部分是 五家机构投资者 以现金方式认购了2500万股 2500万乘以8块钱 募集了现金是2万 首先分析一下 非公开发行完成以后 公司的股本和资本攻击 发生了哪些变化 你发行了1万股股票 股本面值1块 所以股本增加了1万 那资本攻击增加了多少呢 8减1 这是股本溢价的部分 然后乘以1万 资本攻击增加了7万 这是资产认购的部分 那现金认购的部分呢 发行了2500万股 每股1块 股本增加了2500万 那么资本攻击增加额是 溢价的部分 7乘以2500是17500 那么非公开增发完成以后 股本一共增加了12500 而资本攻击呢 除了刚才计算的 资产认购的7万 和现金认购的17500以外 刚才公开增发呢 前面这里有一个发行费的 发行费是充减资本攻击的 所以呢 记得资本攻击这里呢 减去1500啊 这是非公开增发完成以后 最后资本攻击的一个净增加 好 要求二 分析本次非公开发行 对公司的影响啊 首先向原控股股东增发 提高了其控制比例 增强了控制权 然后引入了三家非关联公司 和机构投资者啊 使所有权结构多元化 改善智力结构 增发啊 降低了资产负债率的水平 啊 因为所有者权益增高 增增强了啊 所有者权益增加了啊 这样可以增强财务的稳健性 好 我们来做个课堂练习 23和24 23题 10年的真题 下列关于普通股筹资定价的 说法中错误的是 上市公司向原股东配股时 发行价通常低于市价 这是给原股东的一个 内部优惠价啊 所以是A是正确的 上市公司向原股东配股时 发行价可由发行人自行确定 那就不对了啊 发行价呢 是由发行人和主乘销商 协商确定的 不是发行人自行确定的 上市公司公开增发 新股时发行价 不得低于均价 没有80% 公开增发时啊 要保护老股东的利益 是不可以打折的 那非公开增发时 为了解决资金的问题啊 可以是前20个交易日均价的80% 所以BCD都是错误的 24题 某公司总股本啊 股数呢 是20万股 现在公开发行方式 要发2万股 增发前交易日 市价是10元 新老股东各认购了 50%的这个 新公开增发的 这个2万股 不考虑净限制的变化 注意增发价格是8.02 新老股东财富的变化 在考场上 你就别算了 你看啊 增发前市价是10块 而增发的价格8.02 是小于公开钱的市价 我们也就是做练习啊 做练习 那现实规定是不允许 低于市价的啊 那么做练习呢 增发价格8.02 小于10元 你必然就知道 老股东财富减少 新股东财富增加 你看下面的选项里面 老股东财富减少 新股东财富增加的 只有D选项 所以在考场上 像这种 概念就能判断的题目 你是不需要计算的啊 直接就选了D了 但是我们做练习嘛 你可以算一算 增发以后的价格 加权平均计算9.82 那老股东呢 20万加上1万乘以9.82 减去他曾经的20万 是10块钱来着 1万股呢 是8.02元来着 这是减去两份股票的 投资成本 那财富呢 减少了1万8 新股东呢 买了1万股 买的时候是8.02 买完以后 股价变9.82了 财富增加了1万8 做练习可以算一算 但是在考场上 根据概念 就可以选择出正确答案 好 关于股权再融资 除了之前的配股 是第一个知识点 增发新股 是第二个知识点 第三个 还有一个 关于股权再融资 对企业的影响 这是教材上的表述 我们把它过一下 首先是资本结构 从负面影响来说 股权再融资 这是权益资本的筹集 而权益资本的成本 是高于债务资本的成本的 所以用股权再融资 降低资产负债率 但是呢 使得企业的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变大了 因为权益的资本 成本高嘛 我资本结构里面 这个成本高的资金 占的权重大了 所以整体平均资本成本 就上升了 但是正面来看 如果股权再融资 有助于目标资本结构的实现 也许呢 原来负债比例太高了 风险太大了 那通过权益 资本的募集 改善了资本结构 增强了稳健性 降低了债务违约的风险 那么在一定程度上 也会降低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而增加企业的价值 负债太高的情况下 企业的价值呢 因为债务违约的问题呢 价值会下降的 那通过调整呢 也许会提高价值的 如果这个负面和正面 是啥意思 负面就是讲说 你负债比例也没那么高 你还去进行股权再融资的话 那么权益资本的比例 进一步提高了 价值资本成本上升了 但正面讲的是 负债比例已经很高了 会影响到企业价值了 那么你去进行 权益资本的筹集 能把资本结构 调整到更好的方向 从财务状况方面 负面情况来看 公司运营盈利状况 不变的情况下 你用权益资本 去筹集资金的话 会降低财务杠而水平的 从而影响了股东的 美股收益 美股收益 是有股数的公司计算的 那没有股数的公司 我可以计算净资产收益率 净资产收益率 也叫权益净利率 它和美股收益 其实是等销指标 那从正面上来讲呢 股权再融得的资的资金 我们投资到 尽限值为正的项目当中去 然后也能导致 企业价值的增加 改善了资本结构 降低了资本成本 第三 从控制权方面来说 配股 只要控股股东 不放弃认购的权利 不会削弱自己的控制权 这是配股 如果公开增发 公开增发会有新股东的 那么股东的控制权 将受到增发认购数量的影响 因为原控制权被稀释了 控股股东如果在公开增发中 也没有再去追加投资的话 那自己的持股比例是会下降的 非公开增发 面向的是财务投资者 战略投资者 是降低了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 但是呢 这两类投资者 往往跟公司有良好的合作关系 一般也不会威胁控制权 如果面向控股股东的增发 是为了收购优质资产 实现整体上市的话 那么提高了控股股东的比例 增强其控制权 好 这是股权再融资 对企业的影响 那么我们就把第十章的第二节 普通股筹资的内容呢 就都复习完了 好 我们接着看第十章的第三节 混合筹资 回顾一下会计的基本等式 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 等号的左边资产 这是资本筹集来资金以后的去向 也就是购置各项流动和非流动的资产 等号的右边是资金的来源 负债加所有者权益 也就是企业的资金 不是负债就是所有者权益 你看我们之前负债讲了 像银行借款 或者长期债券筹资 所有者权益的这种权益融资 讲了普通股筹资 或者利用留存收益 但接下来呢 我们看到的这三样筹资方式 是优先股 负任股权证债券 可转换债券 标题叫混合筹资 就是因为它混合了负债 和所有者权益的双重特征 混合筹资 大概是什么含义呢 给同学们就看几秒钟的一个小视频 这是机器人Wally的一个片段 地球上到处都是垃圾 所以地球人都搬到其他星球上了 留下这么个小机器人每天整理垃圾 他每天回家以后 要把垃圾呢进行分类 你看他还看着电视 学里面的动作 箱子里面打开了 然后玩具 魔方就放到玩具的那一边 你看拿着这个勺叉 究竟是勺子呢 还是叉子呢 没办法就放在中间了 小视频就结束了 我就想说这个勺叉 它既不是勺也不是叉 它混合了勺子和叉子的双重特征 我们在探讨三种混合性筹资方式时 我们在资产负债表上找找他们的位置 资产负债表的上半部分我们就不看了 为什么呢 因为第十章讲的是长期筹资 那我们是不讲这个流动负债 这种短期筹资的 那长期筹资在资产负债表的下半部分 你看哈 应付债券里面有优先股永续债 其他权益工具里面有优先股和永续债 就是优先股它挂了股 但是因为是固定股息 它像债一样 那永续债呢挂了个债 但是永不还本 它又像这个权益性资金一样 所以优先股和永续债 都是兼具了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特征的 那么我们是按照合同 然后呢把它分类为负债 放在应付债券里 如果分类为权益工具 那就放到所有者权益里面 其他权益工具 也就是优先股永续债 虽然是混合融资方式 它兼具了股和债的特征 但是往资产负债表上放的时候 看分类为负债就放应付债券 分类为权益工具 那就放在所有者权益 但是复任股权证债券和可转换债券 就不会说我根据合同存放债 或者是存放股了 那么这两样筹资方式 在会计上初始确认时 都存在着负债和权益成分的拆分 拆分出的负债成分 那就放在应付债券里面 权益成分的放在其他权益工具里面 所以复任股权证债券和可转换债券 在初始确认时 都存在着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一个 区分问题 一部分放负债 一部分放所有者权益 请注意我洪框里面 顺便把租赁负债也画在里面了 租赁负债是我们第四节里面要讲的内容 它形成的资产是使用权资产 第四节里面我们会探讨这种 纯负债的一种融资方式 也就是关于租赁和购买的一个决策了 本质上叫租赁和借款购买的决策 是租赁呢还是借钱买呢 然后在第四节里面去探讨 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了 混合策资本节就探讨这三样东西 第一样优先股永续债 第二样付任股权证债券 第三个可转还债券 我们本讲呢先来看看优先股 优先股策资此处的教材依据 是来源于两个文件 一个是关于开展优先股试点的指导意见 国务院2013年发的 还有一个是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 是证监会14年发 然后在21年6月份重新修订的 那这两项规定呢 是我国目前关于优先股筹资的主要规范 那公司法里面没有关于优先股的规定 所以我们教材呢也主要依据的是 这两份规范来进行教材内容的编排的 规定按照我国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可以发行优先股 非上市公众公司可以非公开发行优先股 那本教材主要探讨的是 上市公司优先股的发行 好接下来呢我们看上市公司发行优先股 你注意啊标题是上市公司发行优先股的一般条件 我在发行后面我加了个括号 公开或不公开 就是不管上市公司公开发优先股 还是不公开发优先股 都要满足这些条件 第一个最近三年年均可分利润 不少于优先股一年股息 这是业绩条件 你业绩上啊三年的注意啊 年均的可分利润不少于一年的股息 第二个最近三年的现金分红情况 符合啊公司章程及证监会规定 这是分红条件 第三报告期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如果你是要公开发行优先股的 最近三年审计报告都是标准审计报告 或者呢啊带强调事项段的股保留意见 非公开发行优先股 如果你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是非标准报告的 那么所设计事项对公司无重大不利影响 或者发行前重大不利影响已经消除的 那这里呢我做一个链接哈 来说说审计报告啊 审计报告分四种类型 一个是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第二个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第三否定意见审计报告 第四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第一种无保留意见又有标准无保留意见 和非标准无保留意见 非标准的无保留意见啊 也就是在意见段后加了一个强调事项段 那么只有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啊 叫做标准审计报告 其余的带事项段的无保留和另外三种 都叫非标准的审计报告 那么所有的上市公司 其实都是在追求第一个无保留里面的 标准的这个审计报告的哈 那么刚才的第三条 公开发行的近三年是标准的 或者呢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 总之是第一类啊 那非公开的那最近一年 如果你有非标准报告的 刚才讲了重大不利影响等等等等啊 然后接着已发行优先股 要注意不得超过普通股股份总数的50% 优先股筹资的金额 也不得超过发行前净资产的50% 两个50% 你记住这两个数据啊 5050 以回购转换的优先股不纳入计算 然后接着啊 刚才的标题是什么 是上市公司啊 公开或者不公开发行优先股的一般朝见 接下来标题二 是上市公司如果公开发行优先股的特别规定啊 如果你要公开发行 除了刚才的一般规定以外 还要符合如下特别规定 第一个是啊 如果上市公司公开发优先股 应当符合以下情形之一啊 只要符合以下三条的一条就好了 第一条就是 你这个上市公司的普通股是上证50指数的成分股 那上证50是根据科学客观的方法啊 从上海证券市场啊 挑选出来的那种经营稳健的 治理完善的作为优先股试点阶段 可以发行优先股的这些啊公司哈 叫上证50啊 指数成分股 当然呢 这个50只股票也是有可能会发生变化的 呃 情形之一 情形之二是以公开发行优先股作为支付手段 收购或吸收合并其他上市公司 这也就是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什么意思呢 以优先股作为支付手段 呃 我给你我的发行的优先股 你给我你们公司的普通股 我给你的优先股啊 占我的全部所有者权益来说比例也 这个算不上个气候 而且优先股股东 你也不能参与我公司的经营管理 啊 我给你优先股 你给我的普通股 我可是达到了控制你的目的啊 或者呢 对你进行了吸收合并啊 所以其实就是交换股票啊 本来我要你的股票应该给钱的 那我给了你我们公司的优先股哈 然后来完成了对你的收购啊 或者呢吸收合并 第三个 如果以减少注册资本为目的回购啊 普通股的也可以公开发行优先股 发行优先股就有钱了嘛 有钱以后呢 回购普通股 然后注销啊 这样的话可以调整啊 公司的这个呃 所有权的结构 要注意的是证监会核准 公开发行优先股以后啊 如果不再符合第一个情形的 那上市公司仍然可以实施本次发行啊 就是本来呢 我们这个公司是上证50指数成分股 我要发优先股 证监会呢也核准了 核准完以后 上证50又把我给踢出来了 但是不影响我优先股的发行 好这是呃 公开发行特别规定的第一条啊 下列三项情形之一就可以 第二个是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应当连续盈利 扣非前后赎低为计算依据 这句话我们前面已经解释过了哈 接着啊第三个 上市公司公开发行优先股 要在章程当中规定以下事项 因为这是我们国家的规定 我们国家规定啊 优先股必须是 第一个啊采用固定股息率的啊 叫固定股息率优先股 第二个要强制分红优先股 第三叫累计优先股 第四呢叫非参与优先股 如果是商业银行发优先股的 二和三呢再另行约定 所以我现在呢先做一个链接 对优先股的分类来做一个介绍啊 同学就理解我们国家这个规定的 这四种情形是怎样一回事了 那优先股的分类 第一个按照股息率 在股权存续期内是否调整啊 有固定股息率和浮动股息率 固定股息率9就是在 优先股的股权存续期间 这个股息率呢是不做调整的 那浮动的呢嘛 是有一定的计算方法的 股息率算出来之后 那么发放的股息 那就是啊 比如说优先股按面值发行的 面值乘以股息率来计算固定股息 所以优先股的股息 为什么是固定的呢 就是因为固定股息率去乘以啊 一开始比如说按面值发行了 然后发行价是100 就是乘以最初的优先股股东的 投资额的 你说我们后面呢 第11章会讲 股力政策 给普通股股东分红是 我们也有一个固定股力支付率 那么 第11章的固定股力支付率 是股力发放额除以净利润 公司的净利润在变化 每年的普通股的啊 这个股力的发放额 它也是变化的 所以呢固定的是支付率啊 随着净利润的变化 股力发放在变化 那我们这里呢 优先股的股息率是固定的啊 但是固定股息率乘以的是 一开始的优先股的股东的投资额 投资额不变呀 所以呢计算出来的股息是固定的 第二个分红是否有强制性啊 讲的是公司如果有可分的税后利润的话 强制分红优先股 就是你有可分的利润 你就必须给优先股股东分红 那非强制的是啊 如果有可分利润 但是也许公司明年有好的方向 那可能公司就给优先股 呃这个股力呢 今年就停了就不发了 这叫非强制啊 然后呢这是两类 按照所欠的股息是否累计 有累计和非累计 累计啥意思呢 啊我今年确实没有可分利润 优先股股息欠着 明年经营的好利润充足了 我要把前一年欠的股息 先给人家补上 然后再发当年的 非累计就是今年运气不好 经营的不好 确实没有可分利润 不好意思啊 优先股股东我就不给你分红了 那第二年经营的好 哪怕赚大发了 之前欠的也不补了啊 只发当年的固定股息 叫非累计 呃是否有权同普通股股东 一起参加 剩余税后利润的分配 分为参与和非参与 参与优先股就是固定股息先领了 普通股股东分红的时候 咱们再去分一份 非参与就是只领取固定股息 不再参与啊 普通股税后利润的分配 按照是否可以转换成普通股 分为啊 可转换优先股和不可转换优先股 那可转换优先股是说啊 优先股呢 啊可以转换成普通股 那不可转换优先股 那你就不能转成啊 这个普通股 按照是否啊 享有要求公司回购的权利 有可回购和不可回购 这个在我们国家规定当中是没有的 所以回顾一下啊 我国关于上市公司公开发行优先股 要求在章程当中规定 我国上市公司发行优先股 必须是固定股息率 必须是强制分红 必须是累计 而且是非参与 不再参与啊 税后利润的分配了 这是第三条 第四条 上市公司公开发行优先股的 可以向原股东优先配售 也就是可以配股给他配优先股的 第五 最近36个月内啊 因为违反什么什么什么的 法规规章受到处罚的 不能发优先股 第六 上市公司公开发优先股 公司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最近12个月 应当没有违反向投资者 做出公开承诺的行为 好 然后其他规定 再注意一下啊 其他规定 我国规定 优先股发行时 每股票面金额100元 发行价格 票面的股息率 要公允合理 不能损害啊 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注意发行的价格 不得低于优先股的票面金额 票面金额100 你可以比100多 但是不可以折价 那公开发行优先股的价格 票面股息率 以市场询价 或其他公开方式确定 非公开发行的票面股息率 不得高于最近两个会计年度 加权平均的净次产收益率 承诺的这个分红率 不能超过你实际的盈利水平 然后接着第二条 上市公司不得发行 可转换为普通股的优先股 注意啊 上市公司你可以发优先股 但这个优先股呢 将来不能转成普通股 它永远就是优先股 但是 书上有一句话 但商业银行可以根据 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的规定 非公开发行 触发事件发生时 强制转换为普通股的优先股 并遵循有关规定 这句话我要解释解释啊 上市公司 你是不可以去发行 能转换成普通股的优先股的 你发了优先股 它永远都是优先股 不可以转成普通股 但是商业银行里外 商业银行呢 你可以非公开发行一些优先股 先把主干据拿出来啊 非公开发行优先股 这个优先股呢 当触发事件发生时 不管优先股的股东 愿不愿意 也不管原来的普通股股东 愿不愿意 是强制转换成普通股的 一般情况下 普通股股东散户 是不希望上市公司 把优先股转成普通股的 因为一转成普通股以后 然后这个 摊薄了普通股的收益 也会导致普通股的市场价格下降的 所以一般的上市公司 普通股都不希望优先股 转成这个普通股 这是从这个普通股的角度来讲的 那么上市公司就不得发行 可转换为普通股的优先股 其实也是保护普通股股东的利益的 但是商业银行除外 它可以非公开发行一种优先股 这个优先股是 触发事件发生时能够强制转换 这个强制转换就是 本来刚才说了 普通股不喜欢优先股 转成普通股的 但是你不喜欢也没办法 就给你强制转了 优先股股东 它领取固定股息 它的求偿顺序 是在普通股股东的前面的 它也不喜欢转普通股 但是触发事件发生时 它就强制转成普通股了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在 什么叫做触发事件发生呢 也许我讲的不准确 但是是能够帮助你理解的 举个例子 比如说巴塞尔协议 规定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要大于8% 具体这个数据呢 可能不同国家 还有不同的调整 资本充足率怎么算的呢 是自有资本处以全部的风险资产 商业银行的资产 除了自己的办公楼啥的 你可以把商业银行的资产呀 几乎想成都是风险资产 你想它都是贷款贷出去的嘛 那不都是风险资产吗 这么想吧 就是商业银行的办公楼啥的 那个是自己的固定资产 这个不属于风险资产 但是呢 因为大部分资产都是风险资产 你就把商业银行的资产 都想成风险资产就好了 我这里是帮助你理解啊 那么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呢 大部分都是负债 都是咱们存进去的钱嘛 它的所有者权益叫自有资本 所以自有资本的比例是非常低的 那么巴塞尔协议里面呢 给商业银行规定了一个资本充足率 比如说自有资本处以全部的风险资产 就是资产负债表 左资产 右边是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我们说呢 商业银行的资产 大部分都是风险资产 资本结构里 大部分都是我们存的钱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都是负债 只有一部分自有资本 那自有资本除以全部风险资产 是不能够小于8%的 但是如果啊 什么叫触发事件发生呢 就是该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降到红线了 降到红线的时候 往往认为此时商业银行就有危险了 有危险的时候呢 如果这个商业银行是有 非公开发行的优先股的 不管优先股股东愿不愿意 不管普通股股东愿不愿意 强制转换成普通股 因此呢 同学们可以在网上去摆读一篇文章 看看就说 为什么商业银行评发优先股 这是几年前的文章 因为啊 这个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出来之后 有这么一条 所以很多商业银行就开始发优先股了 发个优先股呀 真是这个进退由我 发优先股 那我就有钱用了呀 优先股股东平时不要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 有钱用还不会影响我的控制权 万一我出发事件发生时 然后呢 这个商业银行风险加大了 管你愿不愿意 我再把优先股转成普通股 所以呢 我进退由我这个对于商业银行来说 这是优势呀 所以呢 同学们可以看看这个优先股的办法出台 之后的那段时间 商业银行评发优先股 网上有这样的文章来做分析的哈 所以举这个例子 帮助同学们理解这句话 上市公司你不可以发转成普通股的优先股 但商业银行里外 非公开发行 触发事件发生时 可以转换成普通股的优先股 接着看第三条规定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 仅向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发行 每次的发行对象 不能超过200人 非公开发行 人数有限制 不能超过200人 那有的上市公司就想 那非公开发行 不能超过200人 那我就缓缓 然后相同条款的优先股 隔段时间再发行吗 不行啊 相同条款的优先股的发行对象 累计不得超过200人 你不管分几次 你相同条款的优先股 的发行对象 都是不能超过200人的 如果发行对象 是境外的战略投资者的 还要符合 这个国务院相关部门的规定 接着啊 是优先股的交易转让 和登记结算 优先股发行以后 可以申请上市交易转让 也不设限售期 注意交易和转让环节的 投资者的适当性标准 与发行环节是一致的 比如说非公开发行 相同条款的优先股 经交易转让以后 投资人还是不能超过200人 你比如说我之前 非公开发行优先股了 然后这个发行对象呢 有199 然后优先股呢 可以上市交易和转让了 其中呢一个人 其中的一个人 把他的优先股呢 另外又卖给了三个人 那么现在呢 这个发行对象就变成202人了 那就不可以哈 意思就是非公开发行相同条件的 相同条款的优先股 交易转让以后 还是不能超过200人 转让呢 也是仅能够转让给 符合标准的投资者 那这里呢 这不是非公开发行优先股 要有合格的投资者吗 你就转让时 适当性标准也是一样的 还是得转让给合格的投资者 另外啊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为优先股提供登记 存款清算交收等服务 接下来我们探讨优先股的筹资成本 在理解优先股筹资成本的时候 啊 我们看张图片来加深印象啊 三个人排好队啊 债权人是排在第一去接水的 优先股股东排在第二名 普通股股东是排在第三名的 那么假设这个同理是利润的话 那么债权人先去领利息 领完利息 然后交完税 后税后利润呢 给优先股股东去分固定股利 然后最后呢 才是考虑普通股分不分红的事情 那如果优先股啊 被分类为金融负债了 那么债权人先去领利息 优先股股东呢 去领股息 这个股息税前劣支啊 能够抵税啊 适同就是债券的这个性质了 这个优先股哈 但是它也依然是排在 债权人的后面的普通股呢 最后啊 税后利润去考虑分不分红 注意我这里写的一句话 破产清偿也是这个顺序啊 如果公司破产了 对于剩余财产分配时 债权人排在最前面 先把债还了 然后排优先股股东 最后呢 剩余收益啊 剩余权益才是普通股股东的 所以优先股的股东 不管是领取固定股息也好 或者公司破产了 它的求偿也好 排队的时候 它是站在债权人和普通股的中间的 因此其成本也是介于债股之间的 好 我们来分析筹资成本 优先股投资的风险是比债券大的 破产的时候 你看优先股排队排在债权人后面 平时发放利息时 利息优先支付才是优先股股息 所以呢 优先股投资 它比债券投资的风险大 要求的收益率比债权人要高 因此呢 优先股的资本成本 是比债务的资本成本要高的 那另一个角度 优先股投资的风险呀 又比普通股低 刚才排队的时候 普通股排在它后面 破产时 优先股的求偿顺序 是优于普通股的 分配利润时 优先股股息固定且优先支付 普通股又排最后 所以呢 优先股股东 基于风险 要求的收益率 是低于普通股股东的 因此资本成本 也低于普通股的资本成本 关于优先股资本成本的计算口径 我们在第四章的时候讲过 现在把链接链过来 再强调一下 如果优先股分类为金融负债的话 那么税前资本成本 是税前利息除以净筹资额 税前的股息 不能叫利息 税前优先股股息除以净筹资额 这是根据永续年金 年金除以限制的方式 来计算资本成本 未来的现金流量 等于净筹资额的折限率 因为优先股股息税前列支 我们计算的资本成本 都是税后口径 才叫计算到位了 所以税前成本乘以 一减税率条税后 如果优先股分类为权益工具了 那么优先股的固定股息 本身就是净利润支付的 已经是税后了 所以呢 税后的这个现金流量 等于净筹资额的折限率 计算出的本身就是 税后的资本成本了 就不要再诚意减替了 这是分类为权益工具的情况 好 所以我们比较一下 咱们现在第十章 是站在筹资的角度的 站在筹资的角度的话 发行普通股风险低 因为没有固定的股息支付义务 也不用还本 但是呢 因为普通股 股东的风险太大了 所以他要求的收益率高 因此呢 成本就高 所以站在投资者的立场上 买普通股风险高 收益高 导致了融资公司 成本高 那么优先股 先不说优先股 咱们说债券吧 买债券的投资人 风险是低的 能够得到固定的股息 到期要还本 因为风险低 所以要求的收益就低 但是呢 对于融资这一方来讲 发债券的 筹资的这一方的公司来讲呢 风险高 因为你有固定支付义务 必须按期复息 到期还本 还不了的话 可能会有破产的危险 那因为投资者要求的收益低 因此发债的成本也低 优先股 刚才说排队的时候 是排在了债权人和普通股股东的中间的 所以站在投资者的立场上 风险居中 收益居中 那站在筹资者的立场上 风险居中 成本居中 投资者的求偿顺序也好 还有呢 领取收益的顺序也好 刚才那图片上啊 都有啊 记住这三个人的排队顺序啊 那么 优先股筹资的优缺点 来总结一下 优点和债券相比 即使不支付股利 也不会导致破产的 啊 我们不是有累计优先股吗 那今年利润实在是没有发不了 那我们下一年再补给你啊 但是债务的利息 你必须得按期复息 啊 你付不了的话 那这个银行来找你了 收了你的资产去拍卖 然后已收回债权 优先股的第二个优点是啊 跟债券相比没有到期期限 也不需要还本啊 不像债券呢 到期必须要偿还本金啊 所以优先股呢 也可以作为一个永久的资本来使用 呃 优点和普通股相比啊 优先股不会稀释股东权益 优先股股东 是不来参加股东大会的啊 除非啊 涉及和优先股有关的事项 我们在第四章讲过 除非你欠了人家股息了 然后人家的这个表决钱财恢复了啊 这都是第四章讲过的内容 希望同学们和第四章呢 也做一个链接哈 那缺点啊 第一个是税务处理方面的缺点 呃 原来呢 呃 我们教材在去年啊 呃 新增关于优先股资本成本的 税前税后计算口径 新增了优先股可以分类为 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 这个知识点以前啊 只有上面的这段话 这段话说的是 优先股的股利是不可以税前扣除的 意思就是 在财务管理当中 什么都不说 优先股默认权益工具 注意这句话啊 什么都不说优先股是默认为权益工具的 因此优先股的股利是税后支付啊 不能税前扣除 这是优先股筹资的 呃 税收劣势啊 股息不能结税 但是呢 投资者买优先股 如果获得股利的话 他又是免税的啊 这又是啊 优先股的筹资的税收优势 如果两者能抵消的话 那么优先股的股息率和债券的利率 将趋于一致 然后我说了 去年教材上新增了 关于优先股可以分类为 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的 这个知识点以后 然后我们啊 去年教材上又增加了这个注释啊 根据金融工具准则 优先股可以分类为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 如果分类为金融负债的话 那么优先股股息就可以税前抵扣了 那就变成税收优势了 但是投资者收到股息以后 要交个人所得税 这又成了税收劣势了 那二者呢 又是可以抵消的 其实又跟上面结论一致了 那权益工具嘛 就是之前的那种情形啊 这是税务处理 总之呢 这里也没有明确的说 这就是个缺点啊 因为你说他不能税前扣除是缺点吧 但投资者领取股息以后用免税是可以抵消的 第二个缺点是财务风险 财务风险呢 讲的是优先股的股利支付 虽然没有法律约束 但是呢 这也成为企业固定的一个支付的义务 也会增加公司的财务风险 也会增加普通股的成本 优先股股息也是能有杠杆作用的 那么之前的财务杠杆我们也讲过啊 固定的资本成本 债务利息啊 还有优先股的股息啊 那么都会导致财务风险 风险是双向的啊 每股收益可能大幅增加 也有可能大幅下降啊 好接下来呢 我们讲完优先股啊 和他手拉手的总有一个同时出现的 叫永续债 因为永续债和优先股很像啊 也是混合筹资工具 那优先股的投资者 不能像普通股股东一样啊 参与啊 决策和股利分配 这是和股不一样的地方 永续债呢 虽然带了债吧 但它跟债也不一样啊 除了破产 永续债呢 不能要求公司偿还本金 只能获取啊 固定的利息 所以永续债是介于股和债之间的啊 除非发行方破产了 那从债务的求偿顺序来看啊 永续债呢 是排在债券之后 普通股股东之前的 所以永续债和优先股 我们往往放在一起哈 这两样东西 可以分类为金融负债 那你就放在应付债券 放在负债的那个板块 分类为啊 其他权益工具了 那永续债和优先股 就放在所有者权益的板块 永续债的资本成本 和刚才普通股一样 如果分类为金融负债的话 那利息税前支付 我们计算资本成本时 税前口径算完 乘以一减税率 还要算一个税后口径 此处都是 未来现金流量 等于净筹字额的 折限率的原理来求的 那如果是权益工具的话 永续债的利息 是税后支付的 本身就是税后现金流 税后的现金流量 等于净筹字额的折限率 就是税后的资本成本 好来做课堂练习25 相对于普通股而言 下列各项中 属于优先股的特殊性的是 那这个知识点呢 也和之前第四章 讲优先股有关联 当公司破产清偿时 优先股股东 优先于普通股求偿 排队是排在中间的 在普通股之前的 分配利润时 优先股股利 优于普通股股利支付 这也是对的 我们刚才不是画图排队了吗 然后优先股股利 也是在普通股股利支付之前 要付的 C公司选举董事会成员时 优先股股东 优先于普通股股东 当选就错了 优先股股东 是没有经营管理权的 第四 当公司决定合并分立时 优先股的表决权 优于普通股股东也不对 合并分立是涉及 优先股的利益了 那优先股呢 是有一定的表决权的 但是不存在优先于普通股 那么这个表决权呢 我们当时讲 有优先股表决权恢复的 和没恢复的 曾经第四章 我讲了两个屋子 然后呢 这个投票的比例 要超过三分之二才行 所以可以回顾 第四章的相关讲解 就是此时优先股有表决权 但是不能说表决权 优于普通股股东的表决权 是公平的 这个表决权 给吗 那我再说 我再说 非常帅